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赵丽颖一出手 如果不出意外 芯片桥檐的心事估计的风神 2024年的中国电影市场 似乎陷入了一种微妙的瓶颈 曾经人声鼎沸的影院 如今少了几分往日的喧嚣 端午档票房创下近十年来的最低纪录 暑期档也没能如预期般力挽狂澜 这不禁让人感叹 今年的电影市场怎么了 回想起去年暑期档消失的 《它风神》第一部 《孤注一掷》等加片轮番上映 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观影热潮 而今年 只有动画电影《抓娃娃》 在票房成绩上表现亮眼 其他影片则显得后劲不足 正当人们对电影市场感到担忧之时 国庆档的片单却如同一季强新真 给人们带来了新的期待 名号导演携手葛优带来的爆款好人 刘德华领衔主演的动作巨制危机航线 赵丽颖 刘叶强抢联手的《浴火之路》 每一部都堪称年度重磅作品 让人难以取舍 究竟谁能在这场激烈的票房争夺战中拔得头筹 现在还难以预测 但在我心中 有一部电影已经预定了黑马席位 那就是将于10月26日上映的《乔妍的心事》 与同档期其他影片相比 乔妍的心事显得格外特别 它没有宏大的叙事背景 也没有震撼人心的特效场面 而是将镜头对准了娱乐圈的浮华背后 讲述了一个充满悬念和反转的故事 你是明星,一点小事都会变成大灾难 预告片中,这具意味深长的台词瞬间 抓住了我的眼球 作为一个资深娱乐新闻爱好者 我敏锐地察觉到 这背后一定隐藏着不为人知的秘密 故事的女主角乔妍 由当红女星赵丽颖饰演 她来自偏远的小镇 凭借自己的努力和天赋 一步步成长为万众瞩目的明星 然而,在她光鲜亮丽的外表下 却隐藏着一段不为人知的过去 一条匿名短信的到来 打破了乔妍平静的生活 短信内容简单却充满威胁 我知道你的弟弟,马上给我打电话 起初,乔妍并没有把这条短信放在心上 只当是某个疯狂粉丝的恶作剧 当手机屏幕上出现你不是乔妍这五个字时 乔妍的内心顿时掀起了惊涛骇浪 她猛然意识到 自己一直试图隐藏的秘密 被人发现了 是谁发送了这条短信 他们究竟知道些什么 乔妍陷入了深深的恐惧和不安之中 与此同时,乔妍多年未见的姐姐突然出现 也为这个故事增添了一丝悬疑色彩 与光鲜亮丽的妹妹不同 姐姐是一个逃亡在外多年的缅甸黑户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这对姐妹的重逢 并没有想象中的温馨感人 反而充满了猜忌和疏离 乔妍将自己的信用卡、房子都给了姐姐 试图弥补多年来的亏欠 但姐姐却说 哪有你的我的 在预告片中 有一幕场景令人印象深刻 乔妍和姐姐并肩坐在活动现场 当有人喊乔妍时 姐姐也下意识地回头 你是乔妍 我也是乔妍 这句话似乎暗示着 这对姐妹之间 隐藏着一个惊人的秘密 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这对亲姐妹的关系如此疏远 她们之间 又隐藏着怎样的过往 这些疑问 都将在电影《乔妍的心事》中揭晓 值得一提的是 这部电影改编自知名作家的小说 《大乔小乔》 原著小说 以其细腻的笔触和对女性心理的深刻刻画著称 而电影能否将原著的精髓完美呈现 也是观众们关注的焦点 除了引人入胜的剧情 乔妍的心事的演员阵容也堪称豪华 导演赵德印 曾凭借《再见瓦城 翡翠之城》 卓人秘密等作品 多次入维嘎那 金马等国际电影节 其指导能力无庸置疑 赵德印导演擅长现实题材 他将即时风格与超现实元素相结合 在拓展观众想象空间的同时 也提升了影片的艺术高度 相信在他的指导下 乔妍的心事将会是一部既叫好又叫做的佳作 女主角赵丽颖 近年来在表演方面不断突破自我 从偶像剧女王成功转型为实力派演员 幸福到万家风吹半夏等作品 都展现了他日渐成熟的演技 在乔妍的心事中 赵丽颖将挑战一个内心系丰富的复杂角色 预告片中 他将乔妍的焦虑、不安、恐惧等情绪演绎的淋漓尽致 让人对他的表演充满了期待 辛直磊也是一位备受观众认可的实力派演员 在电视剧《恋爱先生庆余年》等作品中 他塑造了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角色 此次在乔妍的心事中 辛直磊将饰演乔妍的姐姐 一个命运多舛的女性 预告片中 他横头垢面 衣着朴素 与以往光鲜亮丽的形象形成鲜明对比 展现了他作为演员的可塑性 黄绝 也是一位观众原极佳的实力派演员 《山海情小姐姐们》等作品 都展现了他精湛的演技 在乔妍的心事中 他将饰演一个亦正亦邪的角色 为影片增添了一丝神秘色彩 董宝石 近年来在影视圈也展露头角 参演了平原上的《摩西奇迹》 《笨小孩》等作品 此次加盟乔妍的心事 相信他会给大家带来不一样的惊喜 乔妍的心事 不仅仅是一部悬疑剧情片 更是一部关注女性成长 探讨社会现实的作品 他以娱乐圈位背景 展现了女性在追求梦想的过程中 所面临的困境和挑战 影片中 有对亲情的拷问 有对名利的反思 更有对人性的探讨 这些元素都将引发观众的共鸣和思考 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进影院 一睹乔妍的心事的真容 相信这部电影 会成为2024年中国电影市场的一匹黑马 带给观众不一样的观影体验 中文字幕提供